不到半小时,用餐结束,安静的长桌前却没人离场,个个稳坐如山。 都不用拘束,你们随意。 行了,既然吃完饭了,你们自由活动吧,我们下午要开会,就不管你们了。 紧接着,其他人也陆续离场。 李小姐,有空吗? 有空,燕爷有何吩咐? 一直听说汤西山风景不错,想邀请李小姐带我参观参观,如何? 燕,燕爷,其实李翘,他也是第一次来,对这里根本不熟悉,不如…… 我再问李小姐。 景月安被伤愈的眼神害住,白着脸,难堪地咬住了嘴角。 翘翘确实对这里不熟悉,要是您想逛逛,不如我安排。 李小姐。 这么小的庄园,就算不熟,也能做好相当。 燕爷,请。 辛苦。 燕爷客气了。 然后,桌边的众人默瞪口呆地望着他们离开。 另一边。 你怎么没说,也要来参加聚会啊? 本没打算来,恰好路过。 汤西山和南阳山一东一西,燕爷路过得可真巧妙。 李小姐打算什么时候带我参观庄园? 那走吧,先带燕爷去参观玫瑰花。 随着深入花海,周围的玫瑰香愈发浓烈扑鼻。 喜欢玫瑰? 一般吧,太俗气。 说话间,两人来到了休息凉亭,周围被红彤彤的玫瑰海环绕,风景浪漫又唯美。 燕爷,李小姐给您选的这个参观地点,可还满意? 很满意。 闻声,李小挑着眉尾掀开眼角,刚转过头,脸颊就被捧住。 花海深处,两抹黑色的身影,在布衣沙发上相拥热吻。 李小腰一颤,身子就不受控制地往后倒去。 男人也就那么顺势地压在了他的身上。 一吻结束后,李小微微喘息,嘴唇红肿,眉烧眼角。 也挂满了燕里。 在想什么? 我在想,你什么时候起来,我可喘不过气了。 商语博春上扬,浑厚的笑声随即从他喉间一出,他拉着李小的手腕,将人拽起来。 这时,不远处的刘云正朝着休息亭走来。 老大,会议要开始了。 哦,我去开会,你乖一点。 李小下意识点头,下午两点半,李小慢悠悠地晃出玫瑰园。